我看到了你的资料了 你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救人行 都被评为了金牌导游 也评为了四川好人 很好很好 真的不错 就是神仙池的这个地方 山体滑坡 然后通讯中断 我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个下午 跟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就是在神仙池 我只能听见这个 就是山里的鸣叫和水声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是绝望的 其实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身边有一个他 我觉得我们会非常安心 对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 我后来看了一下 我包里面有多少吃的 我觉得可能出不去了 就是山体滑坡 把我们的车直接砸了 然后他也全部都报废 那辆车在山里面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人 确实是能够 真的让我们觉得安心的 他是个好导游 谢谢 他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四盘好人 对 东哥好人 感谢 好吧 说完你导游经历当中 最难忘的事之后 我要问问你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旅游类的 或者是那个市场方面的 你有意向企业吗 一家是真总的那个斯凯乐 一家是草总的那个六人游 好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8K以上吧 至少营销板块做出来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案例 营销这一块 咱呢也就不是说特别厉害 但是呢就说我喜欢销售 那么也喜欢与人沟通 卖过什么东西 主要是那个房产方面 卖得怎么样 比如说我到那个公司 六个月的时间吧差不多 总共成交的那个 因为当时的行情不太好 总共成交差不多十二套左右 租房还是买房 买房 买房十二套 六个月 对 还叫销售不好 这个业绩我认为 在练家来讲的话 你都是佼佼者 因为当时的话 有个那个外号 大庆山少 当时我在那个咱们公司 那个门店的话呢 是创造了当时的一个记录 三百六十多份 我想问你 你这三段工作 当然导游之后你再找 肯定是为了生计 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 那一段那三段经历转换 你告诉我收入占百分之多少 发展前景占百分之多少 收入的话 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吧 那你觉得这些段工作经历 每一段都有积淀吗 有积淀 那肯定是有的 首先 会展那一段的积淀是什么 会展干的特别少 但是呢教会了我要坚持 第二段 房地产公司的经历 你的积淀是什么 拼搏 那进入到旅游行业 你的积淀又是什么 责任 很好 这不就结了吗 我想知道 给你一个市场营销的港 第一 你愿不愿意做 对 第二呢 它跟旅游相比 是不是你更愿意选择的一个方向 没错 因为它是两个事 对 可能就是说 我作为文华刚刚 可能就是说 我的思维没有调在鞋上 这第一个 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 是这样子的 我可能陈述稍微有点乱 之前 我到现在 我今年27岁 在27岁以前 我做选择的时候 我肯定没有一个 定向的一个选择 因为自己的思想 行为还不够成熟 是 那么当然就说 可能我陈述的比较笼统 他真的非常喜欢 碎碎念你们 对 来吧 第一环节的最后 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我们求职者李文华 第一环节的综合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文华成绩还不错 还有七盏灯为你留下